第1481章 无上降临 帝氏就这样动望 突然坐了起来 毫无征兆 震撼了所有人 连狗黄都惊呆了 当场大叫 他不是受惊吓 相反 身体颤抖 热泪盈眶 狗黄发自内心的喜悦 情不自禁地落泪 大帝 这是他对那个人最为亲切的称呼 当年 他还很小时 就跟在帝者的身边 他带着他 走过那流血的年代 贯穿璀璨的大事 到头来 却是他还活着 而公餐造化 早已成为天帝的人 却浮尸残破地中上 他怎能不伤悲 如何不落泪 当年被阻击 这位天帝毅然留下断后 大战来自魂河 天帝藏坑 古地府的各路至强者 结果连他都有机会逃走 可是 这位可敬的帝者 自身却如璀璨大星坠落 让整片星空暗淡 就此陨落 虽然残中带着他的尸体冲了出来 可是又能怎样 一代帝者 终究是逝去 三位天帝征伐不祥 决战诡异源头 暗日而终 大帝 你活了 狗黄嘴唇都在哆嗦 满身都是底血 身体打颤 摇摇晃晃 亮亮呛呛 冲了过来 所有人都心惊无比 都被镇住了 当年死去的帝者 在今天复活了吗 你 回来了 光头男子口干舌燥 内心激动 震撼无比 他简直想要大吼出来 五疯子 太一意惊呆了 即便他们很自负 甚至可以称之为 整片星空下的狂人 但现在也都张口结舌 宛若凡人在面对神话 眼前这个人有惊天的来历 今天能见到他的尸体 就已经不可想象 谁能想到 现在要见证他复活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 老资格如他 现在也如同回归到少年时代 热血澎湃 激动难以自意 直接跪下去 顶礼膜拜 不止他一个人 在场的其他人 也强不到哪里去 可是 稍微冷静 人们也看到了异常 帝尸虽然突兀作奇 可为何他的双目这么的可怕 连眼白带瞳孔都没有光泽 整体黑暗 像是死寂的深渊 不要接见 楚风开口 他体内的食罐轻震 脚下金色纹络交织 他瞬间就洞彻 这并非真正的递者复活 狗黄情绪激动 但也没有失去冷静 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长半地狮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的状态 他黯然神伤 在那里止步 有问题 出大事了 俯师开口 他是专业人士 常年行走在地下 挖掘各种史前地宫与大坟 他经历了太多不祥 对这种尸骸 突然通灵做起来 最为敏感 突然 地狮身上冒出一缕缕的黑气 挣腾而上 虚空炸开 果然有变 附近 流淌出魂物质的山壁崩裂 各种石窟突然爆碎 场面太吓人 像是要蔑视般 黑暗气息铺天盖地 黑雾太恐怖 不可抵御 简直让诸天都要坠落了 要轻石万剑 一瞬间 也不知道有多少天狱都暗淡了 仿佛有浓郁的黑色大雾 要从域外降临 笼罩天地 至于现场这里 更为可怖 若非残破地中轰鸣 挡住这种黑雾 阻止地狮 蔓延出丝举履的能量 那么在场的人多半都要死 这本是地狮的兵器 但现在却在与它对峙 残中震出的大道符纹 形成守护光幕 楚风一步上前 挡在最前方 黑雾被它脚下的金色纹络住了 终究不是活着的天地 它一出的 也只是丝丝缕缕的残余能量 便是如此 也惊心动魄 曾经的地者 怎么会溢出黑色的大雾 诡异而可怕 这是被污染与侵蚀了天地本源吗 狗黄焦躁 它知道内情 这么多年来 它早已清楚地了解到 地狮体内有黑暗与不祥的能量 但它无法进化 改变不了什么 只是今天 这种黑色大雾前所未有的浓重 难道地狮要彻底黑暗化 它无比担心 害怕 是不是深渊中有什么东西跟上来了 腐尸沉生道 身为专业领域的强人 他最为担心的就是 魂合终极的的无上出来了 戒尸施法 那最为可怕 魂合 古地府 最为可不 代表着诡异的源头 是不祥的祖地 如果这种地方的无上生物出来了 入主地狮 那简直不敢想象 或许 天地遗骸 将因此成为世间最可不的怪物 九道易如灵大敌 手中的战矛照亮此地 宛若黑暗中的一座灯塔 在此阵邪 楚风也心头一沉 他从深渊下回来时 总觉得不安 像是 有什么东西跟出来了 令他后背冒寒气 有些发善 他向前迈了一步 临近帝尸 不管怎样说 他现在有伟力加持 肯定远强于其他人 挡在了最前方 他觉察到 自己身后的虚影很焦躁 竟有无形的气场扩张 抵住帝尸散发的黑雾 远处 魂合生物站立 刚才也不知道死了不少 与山壁一起大面积的瓦解 现在楚风 站在最前沿 对于敌我双方阵营 来说都是有益的 场面总算被控制住 帝尸虽然坐了起来 但归于平静 并没有再进一步的动作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在附近徘徊 要进入他的身体中 俯师问道 楚风摇头 目前并没有感应到 只要他还能立身在这里 就不会允许 莫名的古怪接近帝尸 况且 他也有些狐疑 自身背后的虚影 到底是谁 直此之际 他忽然有一个大胆联想 难道与这天地尸体有关 因为 现在他背后的影子 并未攻击地尸 他可没忘记 早先九色魂竹 与他对峙时 竟直接惹出他身后的 一双大手 强势出击 当然 这只是猜测 不见得靠谱 或许这影子 与他立场一致 他无杀意 背后的身影 自然也就不会主动攻击 这一刻 他竟有些失神 因为 心中的猜想太惊人 让他有些发毛 除此之外 楚风想到身后生灵的来头时 觉得还有一个嫌疑比较重大的目标 那就是 种子 他现在怀疑 难道是第二颗种子复活导致 自从来到这里后 随着食罐吸收魂物质精粹 种子有了活力 明显在复苏 而在此过程中 他身后的影子 也在逐步凝食 先是有大手出现 接着双足等也要显化出来了 电光石火间 楚风想到很多 心有些乱 他快速进心 现在没有时间多想 容不得他走神 嗯 狗黄突然瞪大眸子 死死地盯着帝师 用心去感应 露出金融 他追随地者漫长岁月 早已沾染他的气息 甚至有他赐予的本源能量 不然的话 怎么能常年陪在帝师身前 他与帝师天生亲近 可清晰感受到帝师的各种细微变化 我觉得 大帝他 似乎好转了一丝 体内的诡异减弱了一缕 难道他散落在此地的印记凝聚出了 这是狗黄的猜测 他在发抖 在激动 在喜悦 恨不得仰天长笑 嗯 楚风惊异 早先从深渊回归时 感觉像是 有什么东西跟上来了 难道是这位帝者残存的印记 可是 他又皱眉 在下方时 石冠猛然震动的那一瞬间 时空都凝固了 他脑中曾短暂的空白 那种感觉很不好 即便是一刹那的脑中空白 可若是 有什么无法想象的强者在暗中 也足以做出许多事 楚风怀疑 那一刻 在他身上险些出事 他有些猜测 难道真的将帝师的某系重聚的印记 接引回来了 脑中空白时 是因为地念想上他身 却被挡回去了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被攻击了 有魂合的无上终于出手 那一刻 石冠猛然巨震 挡住了一次致命的袭杀 楚风目光悠悠 立身在原地 寂静无声 今天的经历超出想象 非常可怕 也十分复杂 他需要郑重戒备 绝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不管帝师生前多么的可敬 多么的伟岸 但是现在 终究不是他了 楚风只能挡在那里 默默对峙 狗黄 胸膛起伏剧脸 那么伟大的帝者 怎么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遥想当年 他震慑禁区 横扫黑暗 镇压千古 平定泄与乱 付出了太多 百世过去 人间就已不知他的名 曾经光耀万古 观照朱天 一心想平掉诡异源头 他杀了太多的不祥的生物 可自身也血洒战场 归于死寂 老狗想到过去 一双浑浊的老眼中 顿时模糊了 热泪都忍不住要 滚落出来了 我去采大药 还你英姿再照人间 助力千古 最后一战 怎能没有你 狗黄咆哮 他无法忍受 看到这种状态下的递者 他从来都是无敌的 理应横推世间无对手 不应这样死去 狗黄发狂 当下向着宏大无边的 绝壁洞窟冲去 他要找到那种大药 就在这里 他闻到了气味 你们都去采药 楚风开口 他站在这里没有动 凝视深渊 他要确保这些人的安全 不容有失 此外还要严阵以待 绝不容许诡异源头的 无上生物 染指地尸 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 究竟是什么生物根出来了 但是 此时此刻 楚风终于有所感应 竟有些毛骨悚然 他盯着深渊 随时准备震杀过去 走 一起杀过去 采药 俯师鹤道 光头男子吼道 师伯 等我 我们一起上 还大地争荣岁月再现 现在 他们都拼命了 既然有那么一线机会 怎能不发狂 怎能不出手 九道一向前迈步 沉声道 死战到底 一声叹息 深渊下果然有东西 此前没有人能确切地感应到他 现在他无声的显化 出现了 黑暗中 他发出模糊的光 整体很朦胧 他像是屹立在史前的仙乡 又像是在 站在宇宙的另一端 只身站在永恒的最高点 俯视亿万苍生 仅是他出事的刹那 地中就轰鸣 将所有人都覆盖 不然的话 狗黄 光头男子这些人 都要死尽了 这不是刻意抹杀 而是一种真正无上的气息在弥漫 在席卷 在场的人承受不了 在此过程中 楚风脚下的金色纹落 迅速蔓延 挡在前方 庇护众人 同时 他身后的虚影也在凝食 也在散发至强能量 楚风戒备 除却要自己阵营的人外 更要避免帝师被侵蚀 你们不该来 自投罗网 深渊中 那道朦胧的身影发生 这一开口而已 逐天万界都在轰鸣 要瓦解了 要坠落了 他没有多说什么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 没有人可以救他们 这不是故作姿态 而是真正的俯视 属于万古无敌者的自信 突然 就在这时 帝师再动 直接站起身来 这震惊了所有人 包括楚风都心头悸动 帝师居然这样一动 轰隆 神光亿万缕 帝师昂首而立 霸绝万古 直接出手 猛然打出盖师一拳 打爆深渊 轰穿了永恒 深渊中 那个生物显然也未料到 会有这样一幕 哄 他炸开了 在原地消失 被那盖师一拳轰碎 大跌 狗黄热泪盈眶 这就是他追随过的主人 现在这是真的回来了吗 还是残念有感 发出最后一击 他有心理准备 他这一生 经历了太多的悲歌 果然 盖师一击过后 那尸体无声无息就倒了下去 曾经的无敌强者 压盖古今的天地 终究是死去了 深渊中 那道朦胧的身影重组 刹那凝聚出来 他叹道 很强 可惜 终究不是你 当年战死 消失得再也回不来 谁说的 他会回来 狗黄吼道 大渊中 朦胧的身影没有看他 而是盯住了楚风 你们都走 楚风开口 他十一九到一 狗黄等都先退走 他只身横空而立 挡住深渊中的生物 早先 他的感应没有错 果然有什么东西 跟着他出来了 你终于出现了 深渊中的生物 盯着楚风这个方向 平静地开口 他在说谁 是在说楚风吗 楚风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 不是在说实惯 就是在说种子 再也不然 就是指他身后的模糊身影 不久前 深渊下的可不生物 就跟出来了 一直在观察 在确定吗 现在他要出手了 是因为有足够的把握了 楚风的心沉下去了 对方有把握 这才出事 那意味着 他们没有活路了 连十罐都对付不了 这个诡异生物吗 他叹息 罐子虽强 可终究不是活着的治强者 现在 大祸临头 谁能逆填 我来 你们都走 楚风开口 还能怎么办 自身堵在最前方 让所有人退走 也只有他还能一战 不 我来 狗黄眼睛通红 他扬言 该动杀手锏了 可是 他们这一阵营的人知道 杀手锏或许只有一击之力 所谓的杀手锏打空怎么办 九道一叹气 道 还是我来吧 狗黄瞪眼 道 都什么时候了 你退后 为什么 九道一回头看他 你不靠谱 狗黄很直接 俯师点头 光头男子点头 五疯子与太义也都点头 甚至 李一达也在点头 你们怎么不相信我 九道一摇头 很无奈 不断叹气 最后长声道 不要忘了 我比你们都活得时间长 你们可知道 我曾接触过谁 你在说那位吗 他回不来 深渊中那个无上生物开口 他不急不躁 稳如磐石 九道一挺直了几倍 昂扬而立 大喝道 可他留下了这杆战矛 曾是他的战利品 虽然不是他的真正兵器 可是他纪念过 留下过的他气息 那又如何 又不是他回归 深渊中的无上生物 平淡地说道 又如何 你来看 九道一段喝 他手中那杆战矛在焚烧 上面的袖迹 居然全部脱落 不是腐朽之物 铜袖化成光雨 扬满天地间 覆盖苍羽 这一刻 天上地下寂静 一股神秘而无与伦比的 强大气息弥漫开来 无远不见 六合八荒到处都是 然后 竟有脚步声响起 像浑合而来 像是踩在了无上生物的心间 所有人震撼 像是有一个人 从无垠的战场尽头走来 脚下浮尸无数 他身上染着血 一步一步从那里回归 脚步声犹豫而尽 那个人像是从室外 又像是从古史虚无间凝聚而来 他踏过了万语异宙 走过了很多个纪元 孤身一人 来到史前 来到太古 来到远古 走到禁古 不断地接近 所有人都在战里 全都震惊 纵然是深渊中 诡异源头的无上生物 现在也寒毛倒数 你是谁 身上流淌着那位的血吗 是他的后人 狗黄震撼 声音都发抖 看着寂静尺毛里的九道一 第1482章 无上义悚然 九道一尺毛 挺直几倍 等待那位的降临 他在略微颤抖 激动到难以自艺 多少了年了 终于有回应了 那位 要回归了 我身上没有他的血 但他当年曾以自身的血 为不少人洗礼过肉身 九道一平复情绪 在这里回应狗黄 那是一个璀璨的大事 阴劫争霸 黑暗滔天 同时也是一个可悲的大事 血雨乱游弱 红海决堤 冲击诸天 曾有那么一个时期 需要那位以自身的血 为自己阵营的人洗礼 续命 众人出神 关于那段 要几乎要彻底磨灭掉的古史 只知道一铃半肘 心有震撼 眼前这张人皮 居然与那位如此接近过 接受过其血的洗脸 这让人心中浪涛卷星海 着实难以平静 此刻 在九道一的手中 湛毛越发地璀璨 发出通天的光芒 游若席卷星海的大火 照耀万语一昼 谁能料到 湛毛上腐朽的铜秀 最终绘画成光语 阳满天地间 铜秀 是那位留下的 浸染着他的气息 动 动 动 脚步声由远而近 越发地清晰真实 跨越百世 跨越万古 走过一个又一个纪元 从那室外与室外走来 这种脚步声 有一种很规律的节奏感 九道一 狗黄等人都安然 并未觉得不妥 然而 这种特殊的频率 神秘的节奏 听在浑河无上的耳中 却宛若亿万军重垂落下 轰落在他心头 针对他而来 怎么可能 那位的真身 无法回来才对 深渊中的无上生物 不寒而栗 身体绷紧 很多年了 或许有数千万年了 甚至有一两个纪元 那么久远了 他居然又有了 这种可怕的感觉 让他强烈不安 这是一种无形的压迫 一种射人心魄的 时间长河决堤 呼啸着 汹涌激荡而来 纵为无上 他亦悚然 他的心弦都绷紧了 正在承受 无与伦比的沉重压力 恍惚间 所有人都看到了 有一个人来了 虽然很远 无比地模糊 但是他真的 从未知之地赶来 到了 当时 是他 真的是他 久到一热泪 都要滚落出来了 多少年的期盼 一次又一次地祈祷 真的等到他回来了 然而 这时 他手中的绽毛 渐渐平静 所有的光束都内敛 天地间 扬起的铜袖 无尽绚烂的光雨 都逐步地暗淡下去 无论是九到一 还是狗黄 腐尸等 都身体僵硬 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呼唤到中途出了问题 绽毛暗淡下去 这意味着 不足以发出更多的讯息 难以引那位回归 深渊中的无上生物并未动 依旧如灵大敌 他谨慎而凝重 道 一针一换 是他吗 狗黄长叹 九到一这个老皮 一如既往的不靠谱 关键时刻又掉链子了 哄 突然 浑河下游 一块杯自泥沙中拔地而起 绽放冲销的光滑 犹若万语一昼中的一座灯塔 照亮虚空 要接引那位回来 不要说他人 便是深渊中的无上生灵 都瞳孔收缩 被惊到了 九到一身感意外 无比惊恶 最后又释然 这里有一块杯 是那位留下的 今天与战毛共鸣 引发事件之变 楚风发呆 他不是第一次见到那块杯 当初在三方战场时 就曾意外接触过浑河 见到了那块埋于浑河的杯 想不到这块沉寂 不知道几个纪元的石碑复苏了 符文漫天 构建出一座平台 宛若祭坛 又像是不灭的灯塔 照亮此地 那位留下的 坐标 深渊中的无上生物 头皮发炸 第一次感觉大事不妙 当初 他们不是没去动过 结果慈悲不朽 无法磨灭 现在 他居然出现这种异动 哄 深渊中的无上 怎么能沉稳 如何能平静 他出手了 果断而迅疾 向着那块杯 轰出一道光束 并且 他自身俯冲了过去 全映如星海焚烧 若天地血迹 打向石碑 楚风迅速阻挡 不能让他破坏 哄 像是有所感应 那石碑在发光 无惧深渊中 无上生物的至强一击 在轰鸣 在轻颤 照耀出无尽的符纹 在虚空中 构建出一座平台 在场的人震撼 在那无尽遥远的域外 在那永恒未知处 在那像是隔着几个 纪元的洪荒时间长河中 有一只大脚落了下来了 他在由符纹构建的平台上 扑 同一刻 避开楚风 俯冲过去的无上生物 宛若遭遇史上 最强的混沌雷洁 在那只脚掌前 轰然炸开 这震撼了每一个人 久到一浑身打战 狗黄也哆嗦了 这是震惊的 也是激动的 那位真的回来了 当真是无敌 深渊下 混沌后方 有一声叹息传出 接着印照出 刚才那位无上的身影 他嘴角留下一缕血液 老 终究是惊醒无知真身 他很遗憾 也很无奈 养伤无穷岁月 不容打扰 他真的不想 在当下复苏出事 可是 他的一缕倒身炸开了 他怎能不被惊动 楚风目光悠悠 深渊下的无上生灵 果然可怕 到现在才苏醒 早先出动的 不是真身 九到一 狗黄也都心惊 瞳孔收缩 不过很快 他们又无惧了 那石碑上方 符文密密麻麻 构建出的平台 拖住一只脚掌 给予了他们无尽的底气 回来了吗 一定要出现啊 九到一上下嘴唇打架 他第一次这样的患得患失 唯恐那位不能真个降临 留下了坐标 这么多年都未曾磨灭掉 很恐怖 但是 我猜 这不是 你真的回归吧 深渊下 冒出一缕缕混沌气 那位无上生物的真身 无声无息地浮现 但是 却没有接近十杯 可见 他多么的忌惮 若非他自己浮现身影 单凭神教 根本无法感知到 他立身在那里 这就是无上生物 如果不想让你感知 不愿让你看到 即便站在你面前 也会无知无觉 我 想去采药 狗黄滴雨 这是难得的机会 那位真要回归了吗 趁此时机 那位军灵魂河 威压疤荒 让无上 都不敢轻易动他 正是采药的好时机 你们都去 楚风开口 他再次动了 挡在深渊前 给狗黄等人创造机会 同时 他也不想那位无上生物过来 因为 到现在还不知道石碑发光 构建的符文平台 能否承载那位归来 深渊下的无上生物 对狗黄 九道义等人不在意 都没有看一眼 始终在凝视那块石碑上的脚掌 挡住他们 不要让他们接近 孔雀魂母在山腹中喝道 他早豁出去了 他的长子几乎废了 与狗黄 腐尸等不共带天 杀 狗黄 腐尸 九道一大开杀戒 全都拼命 要进山腹深处 找到那传说中的救命大药 山崖很高 以地中与战毛破开崖壁后 内部到处都是窟窿 流淌魂物质 地形非常复杂 当然 魂和原生物亦无数 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敌人 起初 六手兽等都很忌惮 担心楚风出手 更害怕石碑上的那位全面降临 魂和的一些头领 不断率步众后退 可是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看到楚风不动 看到石碑发光 凝聚符文平台 也没有再进一步一变 终于忍不住厮杀 怕什么 我们也有无上 不止一位 应该都要来了 杀 孔雀魂母案中传音 展翅翱翔 战礼京士 无上人数多又如何 敢与那位比肩 九道一冷笑 震慑魂和生物 不然的话打不完 这里的怪物太多了 在他的手中 那杆战毛上 浮现无数的明文 顿时间 莫名的气息流淌 让绝壁轰鸣 军烈 崩塌 现在用不到此毛呼唤那位了 全面解放出毛风的战力 他手持着 大开杀箭 黎达亚异 道 师父 你焕发第二春了 又强大了不少 轰隆 山臂解体 迅速地轻塌 就连下方的深渊都在震动 轰隆隆作响 黑色闪电交织 混沌雷霆炸开 裂缝密布 狗黄面皮抽搐 道 悠着点 不要毁了山腹中的大药 他还真担心 这战毛 是在刚才的一边中解封了吗 真要全面爆发 毁了这里的一切怎么办 还上哪去找大药 九道一鹤道 魂和生物 挡我折死 虽然陷于自身实力 无法彻底驾驭 此毛戳死无上 但逼急了我杀光你们 还是没问题的 前方 血雾弥漫 海量的魂和生物炸开 化成肉酱 化成尘埃 都被剿灭了 山体崩解 不断塌陷 围着深渊世界的崖壁 都在变矮 不断倒下去 黑狗急了 疯狂叫着 够了 够了 杀得差不多了 赶紧下去采药 事实上 九道一也不想如此 他都快被战毛抽干了 自身都快不能动它了 一切都不受他控制 还好 他陷于自身实力 的确无法同死无上 不能再激活战毛了 那种璀璨的能量渐渐收敛 可是 魂和生物 看到他再次逼近 全都倒退 如潮水般退下去 突然 孔雀魂母立合 不要怕 外物终究是外物 又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他还能催动吗 这里是魂和源头 是我们的主场 有无上强者压阵 还会怕这些血肉 魂光都残缺不全的老家伙 不过是当年的漏网之鱼而已 今日灭了他们 九道一冷笑 提着战毛向前迈步 逼迫魂和种生物 一瞬间 海量大军被他一人逼得 全面撤退 几乎要溃散 很快 狗黄他们推进山腹深处 寻找大药 但到了这种地方后 魂和生物 也存在大量血涌之辈 有许多不怕死的怪物 都非常的凶残 由恶灵杀了过来 开始阻击他们 山腹太大了 这是比真正大世界 还广袤的所在 狗黄的鼻子通灵 已不是单纯的文文而动 涉及到了精神感应等 我闻到了 找到他了 给我杀啊 狗黄癫狂 他真的找到大药 感应到距离不算太远 腐尸也疯狂拼命 果然强的离谱 轰的一声 在他的周围黑雾滔天 他化成一个巨人 各种大道符号焚烧 打到前方 隐约间可见 他魂光缺失很多 但还能这么强 的确惊人 这一刻 遥远的古地 地府一处莫名的残缺遗迹中 有生物睁开眼睛 隔着亿万里时空 传递出丝丝缕的能量 来到了魂和源头这里 不过 也只传来丝丝而已 不然的话 会引发惊变 哄 俯师大叫 老子感觉要羽化 飞升为先帝了 超越一切 媲美古今最强者 他嗷嗷叫着 横扫前方各种魂和生物 很快 他的脸就又胯了 有所感应 道 主魂 你个王八蛋 难道真归缩在那片不祥谷地 但是 你似乎又残缺了 你果然 又分化出一小片魂光 何以解分 唯有镇杀这里的怪物 俯师强势出击 将孔雀魂母 都给镇得大口咳血 倒翻了出去 杀 狗皇看到后十分振奋 用力一抖身体 落地成狗 这个大招又使出来了 这是从猴子 从圣皇那里学来的 顿时 满地都是黑狗 都汪汪地叫着 吼列了虚空 在前开道 想杀魂和生物打军 九到一真的 宛若一个老年人 走得很慢 但是每一次出毛 都会刺死头领及的魂和生物 以特殊的兵器 打开杀戒 五疯子 太医等人看得直咧嘴 暗自心惊 几个老家伙一旦发疯 真是厉害的邪乎 太医道 杀吧 都到这一步了 没有退路 哪怕明知道有无上堵在尽头 我们也得出手 也得拼命 然后 这里就打疯了 众人血占魂和源头 五疯子动用时间妙述 打成飞灰 像是让他们在煞时间 经历了数百上千万年 那么久远 杀疯了 一群人血战 当真是撼动了山腹 打崩了许多洞窟 力达爆发 血勇无敌 这个时候 他没有偷袭 而是大开大合 堂堂正正 轰杀四方敌 此际 他神勇无匹 携带无量乌光 将孔雀魂母的弟子 那头白孔雀 生生地击杀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头白孔雀 也是九色魂主的小尸地 这一幕 震撼了不少人 就是腐尸 九道义都惊讶 啊 孔雀魂母嚎叫 九色彩霞绽放 就要杀过来 不过 他被九道义挡住了 难以寸进分毫 差点就被那敢 特殊的战毛刺中 力达大口喘息 道 真以为我只会下黑手 不信你们你 问问那个滇子 无当年军灵天下 横扫四方敌 从未遇到对手 他说的滇子 自然是直武疯子 武皇大怒 道 你才是黑疯子 你不是执念出战吗 怎么还不消散 还不去死 力达慢悠悠地回应 道 我死不瞑目 执念太多 始终难散绝 我觉得 我还能再分化出千百缕执念 滚 唯有这一个字想送给他 武疯子不搭理他了 就在这时 力达手持万母 惊应轰的一声 再次将一位 头领级的怪物给轰爆 太医目光悠悠 道 万母惊应 你认错了 这是万公惊应 母印真的被压在棺材板下 力达死不承认 滚你 太医此时也只想送他这两个字 不想废话 杀 此时 最凶残的自然是狗黄 他觉得 离大妖越来越近 即将要到地头了 横冲直撞 大杀四方 大混战激烈开始 即便有落地成狗这种大招 狗黄 也是满身是血 皮毛都湿漉漉了 脚下血迹斑斑 闯过湿山血海 战婆 给我杀 他杀得实在累了 竟放出一个人形生物 那是一个骷髅骨架 白骨晶莹 五疯子的眼睛顿时都直了 他差点跳起来 勃然变色 那是谁 是他 师父 早先就听到了弟子的呼唤 现在一切成真 他堂堂五皇的师父 真被狗叼走了 现在出现在他的眼前 狗 你放开他 他一声怒吼 你有病啊 狗黄莫名其妙 一个阵营的 你冲我乱吼什么 你抄了我道场 盗走我师父的道骨 五疯子眼睛都红了 有这妖巧吗 你休想骗我 狗黄眨巴着大眼 五疯子真要疯了 找谁说理去 别急 我没将他怎么样 相反 他在借我之事 熬练自己 勇猛杀敌 狗黄喝道 见你什么事 五皇怒吼 人仗狗事 没听说过吗 狗黄在大战中喊道 五皇想捶死他 从未听过这个说法 只听说过狗仗人事 狗黄吼道 战仆 疯狂吧 战仆 战斗吧 我赐予你黄道神威 与我供杀敌 战必胜 我看是你疯了吧 五疯子的脸黑绿黑绿的 表情塌陷 很想说 你找死吗 不过 看到狗黄现在的癫狂状态 将残破地中都给拎起来了 五疯子不想说话了 一会儿再跟狗讲理 要回师父的骨头 可是 他心中还是很不是滋味 原来是真的 他师父真被狗叼走了 他想骂娘 时光倒转 天地附我体 狗如苍天 吞骨是未来 狗黄歇斯底里 再次血战 吼道 无力当势 打爆你们所有人的头 他在阵中 杀爆成片的怪物 腐尸也在大开杀戒 不过爆发片刻后 他终于力竭了 咕咚一声 腐烂的人头都坠落在地上 滚落了出去 恰在这时 他又看到了命达未死的白鸭 道 鸭子 给爷将人头捡过来 不然我弄死你 白鸭愤怒 可是也很害怕 他父亲骨鸭被击杀了 他艰难逃了回来 总算将自己所有的道骨 都凝聚在一起 可是现在 他虽然强大了很多 但更加心惊肉跳 主要是被杀怕了 到头来 他在腐尸的大吼与动合声中 居然真的低头 拍动翅膀 将那颗头颅给扇了回去 然后他就 跑路了 很怕死 哈哈 腐尸大笑 短暂休息 再次向前大杀而去 找到了 在这片主洞窟 我看到了 我见到了旧大帝的药草 啊啊 狗黄疯狂 咆哮着 阵中杀敌无数 来到了终极目的地 前方有一片湖泊 浓郁的浑光物质 向外流淌 在外形成河流 岸边有一片药园子 各种植物皆有 有些绝对是仙药 有些草木 更是无法揣夺 光束绚烂 大到纹落浮现 很难想象 这诡异源头 竟也有神圣药草 当然 仔细看的话也会发现 所谓的神圣大药 多少都沾染着 丝丝屡屡的不祥物质 一般的生物无法服食 狗黄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救命 然后再化解不祥 他一定要救回大帝 还他天地身复苏 大帝 我要做到了 我杀到了这里 要救活你 狗黄难难着 光头男子也激动不已 浑身都在颤抖 看到了希望 如果将一位天地救活 即便众人身在不祥源头 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小心有场域 有无边的杀减 狗黄提醒 他是这个领域的绝顶行家 一眼看出了虚实 认真破解 我来 显然 辅尸也这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毕竟常年行走在地下 挖了太多的地宫与大坟 不要说研究到了何等地步 就是经验都积攒到逆天境地了 哇药 我看到了神圣大药 在那璀璨仙光中 在那片药田间 有三株药很特别 像是枯树枝 又宛若死去的小树苗 扎根在血色土壤间 什么仙药 什么炼体的宝药 什么温养灵魂的古药 都成为摆设了 在狗黄的眼中 什么都不是 被他无视 他只盯住了那三株枯枝般的药草 相传 这种药草中的极品 是一只强生灵的血与魂 酝养出来的 神妙不可揣夺 狗黄仔细观看后 狂笑了起来 他确信 这应该是真药 不是虚意 让我来 这是细腻的活 不要乱挖 扶尸也很兴奋 搓手喊道 他居然很有仪式感 沐浴更衣 浴盆洗手 穿上专业道袍 收拾挖掘专用设备 俯师哈哈大笑 我要挖穿魂盒终极的了 这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 今天终于要实现了 采药 考古 黑狗恢复冷静 道 小心 这次不容有失 此时 楚风脚下金色纹络璀璨 挡在深渊前 虽然相距很远 但是他却能够清晰地 感应到药田的一切 连他都眼红了 那些都是什么极数的药草 如果没有不祥 物质纠缠 那就更完美了 此刻 武皇等人也都呼吸急促 这里的药草 很少有进化药剂 但却都是养魂 炼身的无上宝药 此外 更有救命的治强药草 比如九转还魂草 天仙续命花 这实在不可思议 诡异源头 居然有这样的药田 让人吃惊 事实上 各个洞窟中 都有些植物 唯一让人遗憾 让人觉得 不妥的是 所有的大药 都多多少少被污染了 有诡异物质纠缠 此刻 连黎达都眼红了 这些大药是我家的 当年遗落在这里 狗黄喊道 滚你 一些人想翻白眼 此物与本黄有缘 狗黄破解场域 进去后 就挖走一株大药 俯师也上前 他们两个是行家 走在最前面 才踏出七八步而已 就已经寸草不生 那一株是我的 九到一喊道 他看到一株大药 是赫赫有名的胎骨 在生草 他想血肉重生 不要那出走的 血肉与稻骨了 他要分家 他要再诉自己 此物也与我有缘 狗黄一爪子下去 就连根带土都给跑走了 滚 与你有缘个毛线 九到一级了 冲进药田中 结果背场浴血的满身 都是伤口 若非有战毛抵挡 真就危险了 真是我栽重的 都一个纪元了 当年一直没舍得收割 结果药田坠落到此地 狗黄阵阵有词 然后又勉为其难 道 不过 咱也不是外人 回头我试验下药性 那株大药分你一半 这里无疑都是重宝 都是大药 狗黄虽然主要盯着 那三株干枯的药草 但沿途他也没浪费 当然 他这种扫荡 这种黑心肠的口吻 只是一种本能反应 过去一向如此霸道 但真要到大战结束 他依旧会将药草 分给众人一些 这时 楚风眼睛红如血月 真的忍不住要出手了 他看到了什么 三十三重天草 在这里有一株 这种传说中的大药 当年他也只是在 轮回路尽头那里 看到过一株 还没抓到 果然 这株三十三重天草也想逃 结果被狗黄 腐尸 九道一给分尸了 一人抓住一截 瓜分干净 三人醋眉 这种传说中的大药 理应灵性十足才对 可是在这里 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捕捉 多半污染的有些过头了 五疯子等人都跟进来了 也要采摘 这些都本黄栽种的 都与我有缘 狗黄叫嚣 你大爷的 都是我的才对 楚风想大喊 今天他是最强战力 结果就这么靠边站 可是 他的确不能出动 在盯着那个无上生物 也在关注石碑那里 同时要保护地狮 他怕地狮落入敌人手中 化作最恐怖的黑暗天地 所以 他也只能干看着 忍着要流口水的冲动 我的 都是我的 楚风想大叫 突然 狗黄情绪失控 大哭起来 不再喊叫了 他冲到了最前方 守着三株特殊的大药 眼睛心红 宛若要杀人般 这三株 药性差一些 原本还有第四株 却被人采摘走了 被吃掉了 然后 他就疯了 在那里有一个小坑 的确还有一株特殊的大药 被人挖走 残留的药性 让狗黄意识到 那才是他需要的 仔细看 这几株特殊的大药 其实都是扎根在血色土壤上 汲取的是特殊的物质 啊 狗黄疯了 太不甘心了 无尽的失望 让他几乎崩溃 俯师叹息 拍着他的肩头 摇了摇头 道 来这里时 不是有心理准备吗 我还是不甘啊 狗黄死吼 事实上 无论是他 还是俯师几人 都有些心理准备 这种药草 即便魂和没有那张 独有的炼药单方 不知道怎么熬炼 可是 一旦成熟 此药多半也不会留下 会被收割走 不容留到外界去 此外 魂和不见得真不懂 毕竟 他们的无上当年不止一尊 皆深不可测 接触的各种神秘东西太多了 皆有涉链 三株药草被狗黄拔走 他收了起来 或许药性不够 但是 也有用处 也许能救回大地 几缕魂光碎片 也说不定 心有希望 一切都可想好 他想留住希望 等待奇迹 都回来吧 处风开口 太危险了 毕竟有无上生物 虎视眈眈呢 尽管深渊中的无上生物 目前无视了采药的几人 可是万一露出杀意 那就麻烦大了 谁敢来混合采药 既然我真身复苏 深渊中的无上生物开口 他现在镇定了很多 觉得石碑上方那位 不是真的回来 然而 总有意外 这一刻 在他终于出动 真身来到深渊上方的刹那 又一只大脚落下来了 踩在石碑上方的符文平台上 噗 深渊中的无上生灵 嘴角淌血 他身上有可怕的旧伤 现在在某种莫名的 气息下的激荡下 他嘴角出现一缕黑血 呜 这一刻 他没有任何犹豫 取出一个十三色的法罗 雪白与漆黑为主体背景色 他吹响了 诸天万剑 各个地方都听到了 他在召唤古地府 他在呼唤四级浮土下的生物 他在唤醒天地藏坑下的怪物 召集至强者 此外 就是魂河深渊下 也出现异动 无声无息 一只残勇出现 绽放无量采光 体外有十三四道神环 一时间 各地有恐怖生灵异动 然而 再强的波动 都被一股惊人的气息所惊扰了 石碑那里 平台上 有一双脚在凝食 并且 而在那无尽高远的地带 仿佛有一双毛子睁开 如同最强大的混沌雷霆炸开 光束恐怖 压概所有不祥 还是不要吹法罗了 在深渊下 那只残勇中 传来轻声叹息 我不能不吹啊 我命游天 不由我 深渊中 早先那位无上生灵开口 第1483章 灰色纪元大计 深渊中的无上生物叹气 他终究是没有放下法罗 仰天常吹 发出的声音很恐怖 像是抵挡了古今 但在开始前 他也曾 发出一声叹息 有落寞 也有无奈与积许良意 竟是饱含有非常复杂的情绪 这样的生物号称无上 打遍诸天万界 能有几个对手 居然露出这样的疲态 让人震惊 我命游天不由我 话语中藏着圣人的信息 让九到一等人先是发呆 而后觉得头皮发麻 这实在有些不敢想象了 残勇沉默 像是认同了某种观点 乌 法罗被连续地吹响了 绽放出十三种神光 刹那间响彻珠天 惊动古地府的死迹 扰动了天地藏坑的宁静 也扬起了四级浮土间的尘埃 这一刻 惊悚了万界 法罗发出呜呜声 并不刺耳 也不算沉闷 相反很特殊 像是祖先在轻盈 又像是那祖魔在喃喃低语 出听时 仿佛要悟出无上大道 可是 煞时间 这声音直接让人要炸开了 即便是无比强横的生灵 也都头疼欲裂 身体要在瞬间军裂 可以看到 天地间浮现出一条又一条大道炙烈 他们在嘎嘣嘎嘣地锻炼 场面无比地可怕 宛若在灭世 各种规则都将被磨灭 一个时代似乎要结束了 的确 远在他界域 许多老怪物都发毛 都惊悚了 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颤抖着 要开始了吗 大事将沉沦 就更不要说在事发地了 浑河尽头这里 恐怖无边 强如九道一 狗黄 腐尸 都在量枪倒退 险些直接仰头 栽倒在地上 李达 光头男子也不例外 黑色研究所的主人 更是蹊跷流血 肉身发光 像是正在被陷阱 马上要死去了 这还是有地中 战毛庇护的结果 尤其是残破地中轰鸣 符文漫天 形成一口完整的晶莹道中 照落下来 将所有人都覆盖在下方 这终于避免了 黑血研究所主人 惨死的悲剧 不过 这法罗的声音 越发地宏大 让地中跟着轰鸣布止 璀璨中罩内 有人再次可学 楚风迈步 义无反顾 挡在前方 将几人与那深渊隔开 他脚下的金色纹络 阻挡住法罗 震动过来的特殊大道波纹 浑河下游 石碑越发地灿烂 不知道什么年代 留下的碑纹 在此地画出 最为绚丽的光束 交织越发清晰 与真实的平台 在那上方 恍惚间要出现 一道模糊的身影 其实 那里只有一双脚 至于身体 看不到 触及不到 但就是给人一种感觉 宛若有一位强者 屹立在古今未来 存在于各时空中 他似乎真的要凝聚形体 现身此地 噗 深渊下 那位无上生灵 可出一口血 获得仰头望去 他身上的旧伤 在不断崩裂 口鼻皆在一血 甚至连他的双耳间 连他的双目 都有黑血流出来 他的心脏俱跳 望向金银符文 构建的平台之上 死死地盯着那里 虽然别人看不到 触及不到 但是他却有无上的神觉 能够洞彻某些 原始真相与究竟 真要回来了吗 他心神都在震动 本为无上 不应该有这种情绪 理应无情而淡漠 俯视万古时空 坐看星海成尘 宇宙枯竭 可是现在 他却有了作为 血肉生物最早期的 那种原始情绪 在他看来很低级 他毛骨悚然 自身终究 也是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与亿万生灵无区别吗 可是 自古至今 各界的生灵 在他眼中游弱一重 他怎么会与它们并练 立身在深渊中 他低语 假的 绝不会是他的真身 这只是 他留下的手段 我们将平台击散 毁掉坐标 不让让那离去的真身 观照此事 不要再妄动 等他自身寂静下去 即便石碑是坐标 我们也毁不掉 那个散发 十几道神环的残涌中 传来声音 无比的慎重 同时也很严肃 可是 我感觉再不阻止 他真的可能会回来 深渊中 那位无上露出部分真容 人形躯干 共有八手 在混沌雾气中 若隐若现 一两个纪元前 他曾被尊为八手无上 不知道究竟是从 哪一种生物进化而来 魂合中 有一只六手兽 便是他的后裔之一 八手无上严重怀疑 那位离开太久 如果能够找到回路 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回来 残勇沉声道 听我的 不想不念 一切皆可安然 否则 现如今你是重伤之躯 而我又蜕变未尽 若心干戈 绝对出事 这时 平台上 那一双可见的脚掌 越发地清晰了 甚至苍语之上 隐约间 像是有大道池 浮现 有混沌雷霆划过 要撕裂万千宇宙 有什么东西 快要降临了 此时谁最激动 九到一 他不在头疼欲裂后 挺直了腰身 嘴唇哆嗦 在那里喃喃 以一种常人 无法理解的古语 在呼唤着什么 他像是在祷告 又像是在诉说 告知那位 数个纪元过去后 究竟都发生了什么 这时 八手无上再次握法罗 他盯着晶莹的符文平台 总觉得毛骨悚然 短暂沉默 他开口 没得选择 有天不由我 或许 该开启新纪元了 我想 他们也该来了 正说话间 果然有东西出现了 一条模糊的古路 带着万古枯迹的气息 从远方蔓延 贯穿虚空到了这里 这是一条轮回路 连着 古地府 不久前他出现过 但最终又消失 而且 现在他比之前更清晰 古路上 那无边的黑暗 那浓郁的不祥物质 源自真正的 地府 楚风瞳孔收缩 他看到了什么 在那古轮回路镜头 有莫名的巨人 有无数的神魔 双目空洞 宛若死尸 但却在动 他们在开凿 在拓展道路 此外 他还看到了一颗冷记的毛子 如同一颗巨大的星球 悬挂在那片虚无与死寂之地 这一景象 对于楚风来说 绝非陌生 他当年看到过 昔日 他曾在异域的空间裂缝中 见到过 到处都有这样的路 这样的眼球吗 当年 他与小阴间一群天才 从大梦净土 进入异域历练 曾在那里 被灰色物质侵蚀 被不祥纠缠 最终离开时 所有人都失忆 唯有楚风 及时贯保留下记忆 在回归的路上 他看到了一只眼球 看到了一条特殊的轮回路 有无数高大的神魔在开凿 眼下一切都对上了 他心中震动 当年 那条正在开凿的路 应该与古地府有关 漫长岁月以来 九到一口中的 地落时代前的古地府 竟一直都在扩张 并未真正的沉寂 不过 那种灰色物质 那种不祥的气息 似乎不属于古地府 是了 无论是魂河 天地藏坑等 都有古路相连 都在借古地府的路径 传递信息 楚风心中大受震动 古轮回路上 散发出无上生物的气息 有一个生灵由远而近 快到极致 一眨眼就从亿万里之外 甚至应该是从乡 隔着不知道 多少个大界之外赶到了 一个周身都在黑暗中 带着阴煞气息的 不祥生物出现 踏出古轮回路 几乎是同时间 又一条模糊的路出现 天地藏坑那里的怪物赶到了 从那古老的藏坑中 爬出来一尊 它很恐怖 周身都是血物 比利鬼还要争獰千百倍 比之大雨急得不可名状 还要圣人难以描述 相传 天地藏坑中极其古怪 从那里爬出来的怪物 来头大道无边 无比的射人 这时 五疯子露出异样的神色 依据传说 他们这一脉的祖师 有可能就是从那个 诡异源头爬出来的 可是 他为何没有感受到 彼此相近的气息 传说不可信吗 呼 大风突然现 这很古怪 魂和盼怎么会有这种怪风 可它真实存在 终于 人们看到 一条暗淡的路 连着未知处 大风从那里吹来 扬起大面积的灰烬 还有可怖的尘埃 像是骨灰 又像是不可抹名状的生物 被磨灭后的碎线 此刻黎达开口 声音冷漠 目光如电 道 连着四级浮屠 这让楚风心头一震 那个地方居然也出现了 有生物要过来 须知 那地方太可怖了 当年 他通过时光炉 第一次知晓 居然有这个地方 并听到一段话 天南藏者 掩埋四级浮屠间 罚阴阳二柴 引大空之火 那时 楚风就感觉很不对劲 因为那个时候 声音响起后 他在石冠内关照时 竟见到机体上出现过黑手印 实在有些瘆人 当年 真的看得起我 四级浮屠下烧不死的怪物 给我下咒 嘿 黎达开口 这等弱道出了他当年出事的部分真相 史前 他也曾得到过时光炉 都说那东西不祥 拥有者从来没有过好下场 最后 黎黑手果然也是 没有逃脱厄运 不过他终究很逆天 在现世间 四级浮屠那里没有走出生物 只有大风沿着一条模糊的隧道吹过来 带起尘埃 带起灰烬 阴森刺骨 隐约间 人们感知到 这四级浮屠似乎更可怖 比其他几个地方还要神秘 原来是那个火化炉作祟 久到一看了一眼黎达 这样开口 然后盯着四级浮屠显化的道路 又道 都该烧成渣 不烧透了的话 总想出来作乱 这种话语 让人又是惊悚 又是无语 所谓的四级浮屠下 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天南藏者 是该火化的一具 或者几具尸体 他或者他们 究竟属于何时期 来自哪里 有什么跟脚 今天楚风算是长了见识 短暂片刻间 知道了一些隐秘 现在 古地府有生物来了 天地藏坑中也有怪物爬出来了 连四级浮屠都在向外吹阴风 实在是惊涉时间 楚风想到了 当初石灌发光时 在灌体上看到的一些景象 在那非常古老的时代 曾有终极者 曾有地者 被生生拖走 或者被拉入地下 只在大地上留下一滩血迹 这些 都是诡异源头 志强的不祥生物所为吗 今天 他要看个清楚 这些地方都要聚齐了吗 然而 在他眼中恐怖滔天 震慑了万界 不知道多少个纪元的 几大诡异源头的生物 现在居然沉没了 看到石碑 看到那双脚掌后 它们明显的动容 甚至自身脚下的道路 都隆隆作响 要断裂了 你不该吹响法罗呼唤我们 古地府中那个浑身 都在黑暗中的生物开口 不得不唤 我感觉 这个坐标在发出讯息 终有一天 那位会因此回来 八手无上沉声道 轰隆 石碑那里 漫天符文凝聚 构建的平台上 有一双脚掌跃发的真实 似乎可以感知到 那里有个人在凝聚 让他自己沉戒 我们不要再妄动 走 古地府的生物开口 好 同一时间 天地藏坑的怪物也咆哮 居然也要退走了 这由不得你我 你们用心去感应 我觉得 我的本能 直觉不会错 八手无上低喝道 这时 冥冥中像是有所回应 有所念 必有所应 无尽欲外 不知道什么地方 有谋若雷霆 有大道池 洒落出神光 像是开天辟地以来 最强的天结 坠落魂河 哄 居然覆盖了几个无上生物 走 刹那间 他们都变色 并未去抵挡 而是全退走了 动作一致 深入大渊 而后贯穿混沌 出现在一片莫测之地 即便如此 八手无上也在咳血 周身旧伤复发 他全身都是血 古地府那个生物 满身黑暗气息溃散 他不断倒退 在地上流下一些黑血 他真的要回来了 我感觉 他的确在凝聚 连天地藏坑的怪物 都这样开口 他们都震撼了 没有 如果那位的真身 能够迅速回来 绝不会是这样 残永中传来声音 四级浮土间 随着阴风传来话语 道 那位 当年曾游历在诸多时空 显化在各个时期 眼下我们所经历的 都是他那时留下的契机 如今在凝聚 可终究不是他 然而 他们当中还是有人觉得 终有一天 那位会再现 终会回来 眼下 不要多想 让他自己沉寂下去 不然的话 我们也许算是在接引他回归 再帮他踏上归途 有人开口道 既然如此 进入那个地方 祭天 看未来如何 接下来该怎么行事 我觉得 或许该开启新纪元了 古地府的那个生物 很强势 最终 它们消失 借助特殊的器物 没入一片模糊之地 并开始某种仪式 摆下了古老的祭坛 轰隆 天崩地裂 血光淹没一切 还好 这里真正的与世隔绝 超脱在诸天万界外 所有的声音与景象等 都只显于此地 一张黄纸焚烧着 从那天空中飘落下来 八手无上目光悠悠 他迅速出手 接住了那张 快要成为灰烬的残纸 新纪元要开启 都该结束了 这一次是灰色大忌 他低头看着黄纸 声音很平淡 但其实带着一丝颤音 果然是灰色纪元到了 古地府的生物开口 等外面那位留下的气息脸去 自然消散 彻底归于寂静后 我们就开始 八手无上说道 一切都将落幕 灰色大忌终于到来 连那较为冷静的残勇中 都传来这样的声音 第1484章 千秋后 谁住都将死去 又一个时代结束 落幕 在这片模糊之地 一位无上生物开口 他们高高在上 俯瞰别人的悲欢 冷视别人的悲歌 早已漠然 这里与诸天隔绝 并不像是真实的世界 很朦胧 仿佛是某一磅礴古地的投影 组成一片超脱室外之间 他们决定遵从天意 或许说 依照那飘落下来的 黄纸上的名文 执行下去 残勇有些感触 道 又一纪元结束 自古至今 有几人能与你我公不朽 叹 这天上地下 地府碧落 沧海人间 几多生灵可留下 树定都要死 没有人说话 若非今天那个人可能会回来 他们依旧会冷漠如故 而现在居然有这种 在他们看来很低级的情绪波动 外界怎样了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古地府的生物开口 等它消散 直至永迹 来自天地藏坑的怪物开口 它很猙獰 满身咯咯咯咯 流浓流血 瘦头拼接腐烂人头 饿嘴开阔 锯齿突出 身体不规则 不对称 相当的可怖 灰色大忌 新的纪元要开始了 主记者会出现吗 八手无上开口 这种话题似乎很犯忌讳 其他几个生物都闭着嘴巴 并为第一时间应答 都显得很沉默 过了很久 残勇才压低声音道 等吧 一时间这里安静下去 无人再说话 时光流逝 在这诸天外 界外之地 几人都很有耐心 不愿现在贸然出去 与那位撞上 这时 外界的石碑还在发光 的确并未减弱 由符文构建的平台上 那双脚掌下 开始有金光浮现 它像是踩在千秋上 立身万古时光长河中 不断有光粒子飞来 凝聚其形 最起码 它的脚踝都开始浮现了 可是 也仅止于此 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足够强的人针对 没有持续的至强外力刺激 那里也只能如此了 这是什么情况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 五疯子等人都心惊肉跳 久到一则在观察楚风 大物中 这位又是谁 狗黄更是神色复杂 最终对楚风暗中传音 向他请教 那几个无上生灵 真的退走了吗 暂时退走了 我们也退 楚风回应道 现在正是机会 就此离开 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 不一再站下去了 来了数位无上 若非识悲显化 符文冲销 有一双脚掌落下 中断了一切 那麻烦就大了 狗黄文言后 露出激动之色 他居然是这种表情 这让楚风意外 也让九到一几人 都感觉异常 离开了就好 狗黄抬起狗爪子 对着自己的方头 大耳就来了一下 咚的一声 砸得很重 看得几人都替他觉得疼 你要是想自残 我替你敲头 保证手艺筋到 掀开脑壳后 不伤脑髓 腐蚀开口 晃动着手中的洗稿 师伯 你别想不开 光头男子有些急眼 以为狗黄疯了 担心他因为采摘 不到药性最强那种药 神志错乱 解疯 谁知 狗黄都没搭理他们 一点也不恼弄 反而很正重 对自己施加咒语 嗡的一声 他的方头大耳 轻颤 炉中瑞霞千条 画成明文飞出 然后他就醒悟了 迅速祭地中 将某种神秘的文络 烙印在上 忠兄 这是帝文真业 快点复活找他 这是狗黄的话 门中顿时无声的发光 通体像是烧红了 浮现一篇经文 在这里轻微的轰鸣 九道一目光悠悠 道 这狗东西 来这里目的不纯 不见得是找药 他连自己都瞒着 提前封印星海 更是欺骗了我的 现在解除封锁 他才开始真正要搞事 狗子 你想做什么 真是够混账的 瞒着我们呢 服事不甘了 狗黄这时回过神来 道 回头再说 众人无言 狗东西 到底要做什么 嗖嗖嗖 一便发生 残中清明 自身符纹密密麻麻 像是在震动经文 而自身也烧红了 让整片浑合都在共振 一缕又一缕西光出现 伴着轻微的脆响声 那是金属线 还是碎石 有各种碎裂的小雾块飞来 然后 全部没入残中 与它融为一体 逐渐在补全大中 有钟块 更有钟内最为关键的一节钟摆 竟在这么片刻间被补上了 较为完整了 狗黄顿时激动了 触摸那钟摆 多了一分复活的希望 它颤抖着 真情流露 像是看到了某种希望 大钟 最后并没有补全 但是钟摆补足了八成以上 整体都安静了 不再如同烧红般 符纹也都内敛 大帝 一生与钟相伴 它有丝丝缕缕的本源 温养在钟摆内 我想找到 狗黄开口 说到底 它还是为了复活地失 没有药性足够强的大药 若能寻到丝丝缕缕的地缘 那一样有效 只是 当年打残了 钟摆爆开了 还能残留下地缘吗 须知 这些拼接回来的钟摆等 实际上都是残渣 失去了灵性 埋在山壁与魂合中 看不出任何异常 不然的话 无上生物会留下它们在家门口 早出手磨灭了 不过 架不住残渣多 组成钟摆后 狗黄认真的探究 竟然真的找到一丝本源 只是太微弱了 太少了 有就行 将来必有希望 狗黄不再悲伤 那赶紧走 楚风道 这地方没法待下去了 因为谁都不能确定 石碑上的双族 什么时候会消失 终究不是那位真身回归 依照深渊无上生物的猜测 这或许只是 他的气息凝聚 从万古时光和流中映照出来 久到一叹气 伤感 但是 能有什么办法 走 他一挥手 毅然转身 不再去看石碑上方的双族了 还等什么 跑路 狗黄也叫道 他以地中拖起地狮 自己抱起来小圣元 然后他就直接窜出去了 比谁都快 最后面的 自然是楚风 负责断后 师伯 你慢点 注意形象 光头男子在后面提醒 他着实有些不满 说好的攻打魂河 结果狗黄第一个跑了 而且穿着九色裤衩 太过另类与风骚 你不是主战派吗 怎么像是狗急跳墙似的 撒鸭子狂奔乱跳 这才一眨眼 狗影子都要看不到了 废话什么 先跑路 先离开魂河 狗黄敌吼道 同时擦了把冷汗 道 吓死本黄了 众人无语 不明其义 他们是何等的修为 实力最差 也是老纠级 这还不算老纠级背后 都有莫名黑影浮现呢 连着未知世界 太医 五疯子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 都能戒脸 一刹那 他们就离开深渊 逃出门中世界 又脱离魂河 沿着秘境 直接回到阳间 师伯 你至于这样逃跑吗 光头男子替他脸红 狗黄强硬了这么久 结果临走时却晚节不保 这么地丢人 狗黄回头看了一眼 见那石碑发光 上面的双脚还在 长出了一口气 道 你懂什么 然后 他居然再次擦了把冷汗 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道 夫子曰 吓死我了 众人都无言 这狗怎么胆子变小了 纵然是俯师 也都在鄙视他 拍了他的大脑袋下 道 瞧你这点出现 别说你认识我 狗黄没脑怒 有些善善的 道 这不是刚才灵魂解除封印后 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接着 他快速解释 他压根就没有想攻打魂盒 不过是虚张声势 能挖要就挖 不能也不勉强 其实主要是想来此转一圈 找到钟摆 他不能提前表露真实目的 怕被无上感知到 到时候一切成空 所以自封部分魂光 狗黄道 我真没想到 我们居然差点与无上生物死磕到底 他擦了两把汗 这次真的试探过火了 早已偏离他的初衷 你骗我们 然后连自己都骗了 你这狗东西 俯师愤愤不平 早先这狗 一副要去复死的样子 呼唤他出山 结果 到头来 他并非要决一死战 一切都是在蒙骗他 狗黄解释 我确实觉得 魂和有问题 无上生物多半出不来 所以才来试探 能成功达到 我的目的最好不过 失败也无妨 因为有后手 他告诉几人 他身上的确有天地后手 能打出一击 并且 此击过后 会有璀璨符文 包裹着他们离开 甚至可能会带他们 到失踪的天地身边 死 众人到吸冷气 这狗东西的杀手锏 居然有可能带着 众人到天地身边 找到真身 这就惊人了 有一半的 可能会到他身边 也有一半的 可能不是他那里 但肯定会将我 传送到绝对安全的区域 这是狗黄的底气 所以赶来 接着 他嘚瑟 再者说 你们真以为本黄疯了 鲁莽到要来这里决战 那不是送死吗 本黄是谁 这辈子吃过亏吗 我是来这里要好处的 懂 这么多年下来 我研究此地很久了 揣摩得差不多了 他又补充 道 我催眠自己 誓死如归 要决战魂河 其实嘛 也是想看一看 还有几位熟人没死 想给炸出来 让你们炸尸 你大眼 俯师 光头男子 久到一都无言 神色不善地盯着他 这狗东西 先骗过他自己 再骗他们 我真没想到 无上会出来 狗黄探道 这是超预料的事 他研究魂河很久了 以为不会有这种 大哥的出现 当然 他也无惧 真要到了关键时刻 杀手锦会自行启动 带走自己阵营的人 安全消失于此地 很快 他又黯然 这次不是装的 不是蒙人 而是真真切切的伤感 他抱着小圣员 道 猴子死了 俯师拍了拍他的肩头 道 这不怪你 他剩下的本就是残念 早已死去很多年 如果有活下来的希望 哪怕有一些本源 或者一缕魂光 也不至于如此 狗黄点头 哪怕猴子是遗骸 或者有些许魂光 他的杀手锏 也会自行启动了 带着众人迅速离开 你说 猴子会不会没死 其实还活着 俯师忽然开口 道 不知道为何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不仅是他 我对自己的腐烂身体 也有所怀疑 不知道是何原因 算了 离开这里再说 狗黄道 然后 轰的一声 在他们的背后 魂和岸边 居然传来巨大的声响 那双脚掌离开平台 踏着虚空 沿河而上 走向终极的 众人目瞪口呆 九道一更是站立 这是怎么回事 那位居然又动了 狗黄 俯师 有点不想走了 真想看一看 这双脚会做些什么 难道要踏平魂河 轰隆 随着脉步 虚空中留下 一个又一个金色的脚印 宛若大道闻落 神圣而晶莹 并飘洒光雨 就烙印在虚空中 双脚所过之处 留下一行脚印 难以磨灭 刹那进入深渊 那双脚掌 居然真进深渊了 九道一阵汗 这该不会是要平掉此地吧 这时 几人都看不到了 那双脚掌 没入漆黑的深渊下 走过混沌 向着一片传说中 不可接近之地而去 他 真进去了 狗黄震撼 那我们呢 光头男子问道 我们还是 先退走吧 先远离 终究是要出事 腐蚀很严肃 对 九道一也点头 这时 断后的楚风走过来了 他感觉阵阵发毛 因为总觉得像是背着个人出来 他身后显形的血色光环 渐渐脸去 但大物还在 那个模糊的生物 似乎也还在 而且像是浮在了他的背上 让他觉得冰冷刺骨 宛若背负着一句死尸 先等一下 你们看看 我的背上有什么 楚风真的忍不住了 对几人开口 看不清 与你一样被大物包裹着 究竟是谁 狗黄问道 九道一 李达也露出疑惑之色 武皇 太一也在看着他 都想知道他的身份 俯师更是开口 想让他露出真容 楚风打死也不想露出真容 到时候 那狗估计会癫狂 当初可是与他有过交集 对他说过 帮他找人 帮他采药 不然给他下咒 他才不想与这条狗扯上关系 总觉得这条老黑狗特不靠谱 今天太疯狂了 另外 他对九道一也想进而远之 这种老怪物 太他们吓人 来历复杂 看他都做了些什么事 他不想深入接触 至于李达 这种太黑了 连结拜兄弟老骨 都给折腾的哭也不是 不哭也不行 简直是死去活来 还是躲着点吧 至于武疯子 那更是最好不要再见 楚风刚套完他老巢 再加上以前的旧院 武疯子如果了解了其中的究竟后 估计会活吞了他 事实上 若非不能全面掌控现在的伪力 加之武疯子 目前属于同一阵营 且刚才表现极佳 楚风兜鼓冲动 想灭他了 算了 我这人心慈 今日什么都接过去了 以后若是有仇对立再说 楚风心中这么说道 见他沉默 几人也不好再问 对他还是很忌惮的 毕竟 这是一个疑似无上的神秘高手 不过 这些人中 还是有人不时暗中看楚风几眼 因为总觉得他有点古怪 可惜 那神秘大物遮住了一切 加之十罐的金色符纹掩盖 哪怕相距不远 这些人也没有察觉出 楚风是谁 武皇总觉得像是遗漏了什么 暗中窥视了楚风一次 他摇了头 不敢过于冒犯了 看一次就足够了 到底是谁 他总觉得有点怪 然后 武疯子就又看向了狗皇 并向他索要师父的道骨 狗皇咕咚道 这是我捡的 居然想让我白白送给你 你就不想赎回去吗 进了他的嘴里 他从来不想向外徒 可是 今天他看着老崽子表现很好 非常卖力 他又有点不好意思 不给人家说不过去 武皇很想给他狗脸来一圈 问问他 你没事去我道场捡的 还道走了什么 真小气 一会儿给你 狗皇道 这气得五疯子 着实差点翻脸 那可是他师父的道骨 还讲不讲理 武皇很想说 世人都说我不讲理 动辄灭人满门 抄家灭族 可现在这狗东西 让他有点想吐血 轰隆 突然 诸天剧烈轰鸣 不断颤抖 似乎真的要坠落了 许多大世界的戒壁 连着混沌的地带 全部军裂 宛若要贯穿诸天各地 发生了什么 那位进去了 大开杀戒了 腐尸震惊 此刻 一双发光的脚 在虚空中 留下一串金色的脚印 在混沌中一如此 走到了界外 面对一片模糊之地 然后 双族向前 一步一步踏进了模糊之地 让那里军裂了 塌陷了 那位的双脚真的进去了 怎么可能 他如何可以进来 这不是真实之地 他没有我们身上刻写的记文 怎能进来 八手无上 震撼不已 别管这些 他不是冲我们而来 他是要找主祭之地 莫掩饰 不要拦着 他要是能进去的话 死定了 古地府的无上生物 暗中传音 那双脚走来 后方 留下一个又一个金色的脚印 流淌大道纹落 飘洒出成片的光雨 脚印落在虚空中 不可磨灭 一记一秋 诸天若落花净雕去 万界化沉塑塑坠 千秋后 谁住 像是隔着很多个纪元 恍惚间传来叹息声 当那双脚停下来时 给人一种奇异而震撼的感觉 脚踝上方 似乎有朦胧的身影 要全面浮现出来 同一时间 外界 苍语之上 界外之所在 也传来异动 隐约间可见 有一口观缓缓飘来 居然要临近阳间 对 因为 对